現在俄乌戰爭還在打 大家不要忘了 普丁前幾天15號的時候才講說 他有四步 他不後悔攻擊 但他也不會再大規模轟炸 但是顯然他講話跟放屁一樣 繼續轟炸 只是俄國的選情真的有這麼好嗎 現在連主力戰機 蘇凱三世都墜毀了 對 我覺得大家聽普丁說的什麼 不悔 不後悔嘛 對不對 然後不悔 不悔壞 然後不轟嘛 對不對 然後不徵兵 不悔 然後不後悔 然後不轟炸 不徵兵嘛 一般來說這種都是情侶 被甩的時候才會說我不後悔 就是通常一段感情要結束了 你才說我不悔 不悔 所以其實你看懂了普丁 就知道普丁其實要 慢慢慢慢要收尾這個戰爭了嗎 所以才會有後悔的悔 因為你如果不悔的話 你該持續徵兵啊 持續轟炸 持續悔壞啊 你怎麼把不後悔擺在前面 所以通常不悔的都是最後悔的 對 通常說不就是感情結束 這真的會分手有經驗 對 這個大家都是成人的 我稍微類比一下大家就知道 為什麼普丁不悔呢 為什麼普丁會後悔呢 因為現在整個狀況真的太糟糕了 第一件事情 卡德羅夫 因為這個東西卡德羅夫 其實他用的是車程衛隊對不對 車程衛隊其實是在烏南的很南方 可是問題是 現在既然被拍到這個畫面 他們烏克蘭已經攻進了卡德羅夫 就是車程軍隊在烏南的總部 然後拿這個旗子 卡德羅夫也是夠錯 比他們車程的國旗 有時候沒有卡德羅夫的肖像 所以他們拿這個插屁股 插完屁股 就會地上開始踩他 那這件事情 當然一來是修路卡德羅夫 二來是我們告訴大家說 整個烏南也開始淪陷了 因為你要知道整個競選 不是競選總部 軍隊的總部 一定是假設這是戰線 軍隊總部已經是在戰線的大後方 正後方 然後他可以縱觀整個戰場 所以你如果連軍隊總部都被打下來 烏南大概也差不多要掛 第二件事情 你看俄羅斯將赫爾松國家機構 一致克里米亞 對 這什麼意思 赫爾松就是在烏南 大家都是烏克蘭地理學家 那這邊烏南之後你看 如果連卡德羅夫這邊都淪陷的話 表示烏南要淪陷 那他如果再後撤城 後撤在哪 就是克里米亞半島 更南方 他等於是以前國共內戰 對日抗戰的時候 國民政府把整個戰場 移到成都去大後方 簡單講他也意會著 赫爾松這個地區早晚要掉 那另外一個大家要看 俄羅斯蘇甲34戰機摧毀爆炸 在這個叫做葉伊斯克居民公寓 這是在俄羅斯境內 俄羅斯一個南部戰區 你看到俄羅斯國防部 證實一架蘇甲34從南部軍區起飛 進行飛行訓練 但是在爬升階段的時候墜毀 換句話說如果懂就知道 俄羅斯軍隊的這個軍費 後勤保養備料 所有都在俄乌戰之中消耗殆盡 所以他們自己內部的常態訓練 才會連一個簡單的半飛都會掉下來 表示這個蘇甲34在後勤保養上 出了很大問題 可能後勤保養跟不上 那為什麼後勤保養會跟不上 因為所有料 然後人 錢 全部在烏克蘭戰之中被消耗掉 所以剛剛講的四步 其中有一個是 不會再轟炸烏克蘭 又食言了 講話真的是大便 毛毛雨 這無人機轟炸 你都會知道 這真的是毛毛雨 無人機就不算就對了 也不是不算 就是說無人機轟炸有限 俄羅斯選在基輔早晨交通的 尖鋒時刻使用伊朗無人機 進行神風特空式的轟炸 那這個東西其實就是一架 然後毛毛雨 換句話說 現在俄羅斯已經沒有能力 做大規模作戰 它只能做什麼 媒體戰 就是你打 就像選舉選到輸的時候 你沒有糧潮 你能做一些亮點式的攻擊 大外宣趕快做出去 你沒辦法做這個地面的總攻擊 對不對 所以你看這個 可是問題是 俄羅斯真的要很後悔 他們上個禮拜去轟炸基輔 上個禮拜去轟炸基輔的狀況 是這樣子 基輔他們為了要轟炸基輔 是不是丟了80幾個飛彈 那為什麼要轟炸基輔 因為他們要爆 克里米亞大橋被轟炸的仇 對不對 那克里米亞大橋被轟炸的仇 他們去轟炸基輔 結果化虎不成反雷權 第一個幾乎沒被轟炸 對 因為80幾個飛彈 是沒有辦法轟炸一個城市的 第一個幾乎沒有被轟炸 第二個烏克蘭沒有害怕 第三個 各國因為這場轟炸 在北約開一個80幾個國家的峰會 決議送烏克蘭更多的反空飛彈 因為上個禮拜才有 美國跟德國都要送了 現在又加碼 西班牙跟法國馬上就來了 對 因為陸續會越來越多 包含英式飛彈 阿斯帕德的中程防空飛彈 還有響尾蛇短程的地對空飛彈 簡單來講 因為你去轟炸基輔 基輔在這樣的戰爭中 叫做非戰區 你在非戰區的轟炸的話 表示就是叫做屠殺平民罪 屠殺平民罪用這樣的理由 去要求各國資源 大家都沒辦法拒絕的 所以不管你看 法國對於烏克蘭資源 是比較少的 一直在裝死 可是現在沒辦法都要給 所以你看法國跟西班牙 他支援三款的短程跟中程 地對空飛彈 所以我覺得 普丁這個所謂不悔 不後悔的悔 其實實際上他很後悔 對啦 實際上很後悔 因為通常講分手的那個人 就是最後悔的人